俗话说,要想身体好,每天冷水澡,冷水澡对健康人来说,确实有一定益处,它能促进人体中身血管的血液循环,增强皮肤毛孔的开发与闭合功能,使人洗浴后神清气爽,还可增强体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,网络配图。 但对心血管疾病的人,则会适得起反,因为突然的冷水刺激,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索,血压升高,甚至会诱发心脚痛,发生急性心肌梗刺或猝死。 因为冷水澡而发生的悲剧,2013年夏季,是让40岁男子老周城跑后,洗了一个冷水澡,结果引发心梗,倒在浴室再也没有抢救过来。 2012年夏天,北京一名19岁的年轻小伙洗澡后,和同事聊天中,突然发生心脏周停,虽然经过现场同事抢救,短暂恢复了心跳,但最终,人未抢救过来。 2010年夏天,大连40岁男子于风家玩班后,在宿舍洗冷水澡,造成心脏病突发,猝死身亡。 炎热的夏天,很多人会洗冷水澡,但是冷水澡并非人人适宜,那么,哪些人不适合洗冷水澡,又该如何正确洗冷水澡呢? 哪些人群不适合洗冷水澡? 1. 因幼及60岁以上的老人免疫力较差,不适合洗冷水澡。 2. 女性在经期,并期不要洗冷水澡。 3. 心血管疾病的人,不适合洗冷水澡。 4. 持血加班或生病的人,细菌和病毒容易一趁虚而入,引起感冒,咽喉咽等疾病,也不适携冷水澡。 5. 租骨神经通,关节炎病人,受寒受粮后,疾病会加剧。 6. 对冷过敏的人,如寒冷性循埋诊,皮肤造氧症患者。 6. 在疾病发作期间,不要洗冷水澡。 7. 夏天如何科学的洗冷水澡? 1. 最好给身体一个适应冷硬变化的时间,先把四肢淋湿,再重新背部,让身体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。 2. 水温不要过低,以35度到40度为宜,时间也不宜过久,10分钟到15分钟即可,最长不要超过30分钟。 3. 在洗澡过程中,除出现头昏、寒颤等症状,因缩短离日时间或升高水温,以免发生意外。 洗澡该注意什么? 1. 血压低时别洗澡,如果水温较高,容易使人的血管扩张。 低血压的人容易出现脑工血不足,会发生虚拖。 2. 诊后不宜洗澡,酒精会抑制肝脏功能活动,阻碍唐人的释放。 3. 而洗澡时,人体内的葡萄糖消耗增多,亦发生低血糖。 3. 劳动或运动后不宜马上洗澡,建议劳动或运动后要休息半小时再洗澡,否则容易引起心脏,脑部宫血不足,甚至发生昆厥。 4. 空腹或饱餐后不宜洗澡,空腹洗澡,消耗能量,会导致低血糖,而半后洗澡周围血管扩张,血液重新分布,消化系统血液相对减少,依造成消化不良。 5. 既用力搓澡,皮肤分泌的皮脂,可防止皮肤水分的蒸发,有利于皮肤保持正常润则与弹性。 5. 如果用力搓澡,会导致皮肤表面的皮质丢失,使皮肤变得干燥,甚至出现臊氧的情况。 5. 因此,夏季里经常洗澡的人,重重即可,不必每次都用浴澡或沐浴液,更不要用力搓澡。 5.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